中国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上 一针一线都是细密的绣花功夫 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扶持谁 谁来扶 怎么扶 如何退 全过程都要精准 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的功夫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梁家河 青年习近平将玉米团子让给老乡 自己却吃糠窝窝窝 那时他很期盼的一件事 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 并且经常吃上肉 一张方桌 几把矮凳 是问济渔民的研讨所 也是共画桑麻的会客厅 寄给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两封书信 满载着阴阴期望和深深牵挂 扶贫必复制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在福建省福安市汤错失足乡东山村 习近平鼓励当地人民自力更生 发展经济 多年之后 穷村巨变 文明侠尔 精准扶贫 产业先行 早在福建工作时 习近平就致力于产业扶贫 一围围金灿灿的大黄鱼 让宁德百姓走上锦绣致附路 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 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 从传统的搞除连离 到智能化的金戈铁马 乡亲们告别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苦日子 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越来越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扫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也不能调罪 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 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 美好生活解秀小康 美好生活解秀小康 感谢观看